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要介绍的竹节虫呢 跟我们以往介绍过的呢都不太一样 一般的竹节虫 它们的身体都是直上直下的 对不对 但是你看它们 哇 它们的身体是非常有曲线的 甚至可以说身材婀娜 先给大家欣赏一下它们的宫宠 红红的眼睛 身体是从橙到绿的渐变 卷曲的尾部有种Tim Burton的即视感 六条腿都是从绿到Tiffany蓝 又到橙色的渐变 胸前有像发达肌肉一样的质感 看我喝水呀 可不可爱 再来是母虫 快看这丰满的身材和绿油油的体色 它们的腿是从橙色渐变到Tiffany蓝 再渐变回橙色 一双红色的眼睛最初看起来是略显诡异的 时间长了觉得好漂亮 仔细看它们的腿啊 在这个关节前的这个地方靠里面 会有一根到两根刺 所以它们走在身上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会你可以感觉到一滑一滑的 不是很疼 但是会有尖利的东西滑过皮肤的感觉 现在我们来近距离看看它们的脚 只有拥有这样强有力的吸盘 才能把沉重的身体牢牢的固定在攀爬物上 不是说你胖啊 不过 自己体会 那母虫在我手上爬登的时候呢 我突然发现它在做一个奇怪的动作 它停在我的手上前后摩擦 那我就在想 如果你是工虫我可以理解 可是你是母的呀 后来我想到 它不会再随风摇曳吧 只不过它太沉重了 看起来只是在手上摩擦而已 完全没有随风摇曳的飘逸感 引以为戒 盈以为戒 圣诞节和新年我们千万要控制饮食 它们的学名呢 叫Peryfeet for Tipatas Bugadidi 我们之前说过放在双引号里面的呢都是它们的原生采集地 那么Bugadidi也是苏拉维西的一个地方 网上对它们的俗称呢我看到有叫绿成竹节虫 我就在想哇这个名字也有点太不走心了吧 那好吧既然别人这么不走心 我就要开始给它们乱起名字了 我叫它们苏拉维西 绿成者梨猪节虫 那大家都知道我喜欢用原生地来命名 可是呢Bugadidi我真的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翻译 Bugadidi 不嫁弟弟 可是弟弟是可以嫁的呀 那跟者梨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看它们的质地和色泽 难道不像者梨吗 好我们来看看小时候的它们 宫虫母虫在弱虫时期就已经开始有曲线了 说不好听的就是竹节虫的竹节儿很大 颜色上感觉还有点脏脏的 宫母我们要怎么分辨呢 我们现在来一起观察一下 宫虫尾部有一个明显的凸起 而母虫这边呢 在靠上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尖刺 我自己觉得这个尖刺是在交配的时候 可能会起到定点固定的作用 但这只是我个人瞎猜的啊 马上要成虫的宫虫在褪皮的前一天会开始显色 原本全是绿色的身体会变成成绿两色 马上要褪皮的母虫身体两侧会出现条纹 仔细观察这一段肚子逐渐扩大 能看到体液在身体中流动 刚退完皮时肚子还是扁扁的 几天后就越来越饱满了 大部分的竹节虫并不是在成虫后马上就可以交配的 通常要有一段时间的成熟期 因为我家的工虫比母虫要早16天成虫 所以它其实不具备参考价值 它们真正动房的时间是在母虫成虫后的第八天 嗯 妹妹 你在吃饭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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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en boy in this world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that truly matters that is eating s there something at ts ten yor 嗨 海 巫 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